月亮 初录 一天没吃饭了 我吃不下 就算天塌下来也得吃饭 来 你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其实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 电闸电闸 千万别忘了 怎么还会出错呢 真的是想不通 你说阿婆开了十几年都没事 到我这儿还不到一个月 就被糟蹋了 还死了那么多的小鱼 老公 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笨的人 骂我一顿 实际骂 我没资格骂你 小弟 我被开除了 我被开除了 你没在逗我吧 你是说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 我们上回有跟山操 还有业务学习 冯总不准我请假 我就跟他急了 你为什么要跟他急呢 你跟他有话好好说呀 对对对 又是因为我 又是因为我 不怪你 冯总本来就跟我有过节 这不过是个导火索 对呀 如果没有导火索的话 就不会爆炸呀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 我走了 什么龟兔赛炮 全都是骗人的 小乌龟啊小乌龟 如果小白兔不睡觉的话 你就算是跑断了腿也追不上 赵迪 赵迪 你听我说啊 就算天塌下来 也有个儿高的顶着 再说了 咱们的期货也没有那么差 你不用那么难过 还要多差呀 你被开除了 我的小鱼全都死了 现在咱俩是全世界 最最倒霉的人 你知道吗 再坏能坏到哪儿去 对呀 再坏能坏到哪儿去 是啊 鱼是死了 可是店开着啊 我也不用再上班了 我可以专心地跟你一起去开店 咱们要向那阿公阿婆学习 好好干 十年 二十年 没问题的 这要说也对啊 不过 我们现在所有的钱 也就能买两缸鱼 再补货的话 钱从哪儿来啊 总不能再跟家里人伸手啊 两缸就两缸 老黄 只要咱们好好干啊 下个月就有四缸 小乌龟虽然跑不过小兔子 但只要它坚持 总有一天就会达到终点 老黄 你别着急 咱们慢慢干 好好干 一定没问题的 好了 你们看 说太久才好 这也太急了吧 怎么了 回来那么多人 上班都回来了 是吗 突然 什么朋友啊 这太突然了 这总得让我们有点玩天假的 这可不是吧 假的 看看 这谁啊 拿上去的 这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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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在那里 慢慢来的机会 都没人了 走走走的 走走 小伙子 今天有三十了吧 三十了 过去都 干过什么工作 我 我会的很多 什么 路级开挖 停住补助 什么挖掘机啊 推斗机啊 反正 反正跟修理有关的东西 我都会 联系十年先进不简单哪 你之前在罗安区公布段工作吧 对 我在那儿待了十年 罗安区公布段改制了 改制叫什么来的 中 叫中茂 对对对 中茂 中茂实力雄厚 前景无限 你怎么不干了呢 这个嘛 你是因为国企转制 你知道吗 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我是被炒鱿鱼的 炒鱿鱼 炒鱿鱼 论技术 我年年拿先进 论爱港敬业 我加班下得比谁都多 还真没有谁可以挑出我的毛病 那你为什么会被开除呢 我 这个 这事啊 说来话长啊 就怪我当时脑子一热 这跳上推土鸡 推土鸡 你们是不知道啊 我老婆在那儿给我打电话 她在那边哭点抢地的 我心里急 我着急啊怎么办 咱们那冯总啊 我跟他进了两个小时下 吐都不肯 才两个小时 是不是特别没有人情味 你们说是不是 对吧 你们也觉得特别没有人情味 他还要狠 他把那个门啊 把头给关上了 他以为他把这门关上 我就会怕他 我才不怕他呢 我有推土鸡 我看到推土鸡 我蹭蹭蹭蹭地上去 我哗哗哗哗地对他一顿比划 三下五出啊 我就把他给吓跑了 老虎不发挥 他当我是病猫啊 老虎 老虎 好 谁啊 谁啊 你 你 听到啊 其实我平时不这样 狗鸡了还跳墙啊 我那天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我平时是特别老实的一个人 真的 爸 你听听这条啊 近日 吸血老太婆 变异科学家变身吸血狂魔 等多起夺人眼球的谣言 接二连三地在我室出现 给市民生活 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 在谣言中 受害者莫名其妙地全身鲜血 被吸干而死 我的天哪 现在这种事怎么这么吓人啊 爸 你说真的会有吸血鬼吗 这哪个事啊 让我来看看 您看看 好 陈爷 你听到没有 现在有吸血鬼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让你们帮陈爷找工作 你们怎么看起小道消息来了 这都是违心主义 谁信谁傻 陈爷 怎么又睡上了 你前两天去应聘的那些单位 没有当面说是不要你吧 那倒没有 就说回去等消息 那等消息说明有希望啊 那你得去追着别人问哪 不问 都一个礼拜了 电话连想都没想 人家肯定不要我 我说陈爷啊 现在的国企不好进 你也别一根筋了 我看呢 这私企的待遇还不错 你可以考虑一下 什么私企啊 他就是被私企开除的 私企老板都是资本家周八皮 想着办法剥削人 你妈我是老国企单位出来的 我有的是门路 你等着啊 我来安排你 进国企单位 我说刘孟湘同志啊 这什么年代 现在是市场经济 一个羞辱工人就是一颗螺丝钉 哪儿需要上哪儿 螺丝钉也得合适啊 那不合适是浪费人才 你还是问问他自己这么想的吗 他 你问他 他肯定喜欢国企啊 私企的苦头他没吃够吗 你不信你问他 你说 国企好 还是私企好 我就不明白了 我有技术 有经验 有能力 那凭什么就不要我呢 你还好意思说不明白 但凡脑子没有毛病的人啊 人家应聘的时候 都会光说自己的优点 你呢 一开口就是给开除的 还给人表演你开亚路机 错 是推土机 谢谢 推土机 哪一个 哪一个老板 要雇一个这个开 开推土机是威胁自己 前老板的人到自己公司来啊 那我看他们听得挺开心的呀 你看耍猴还开心呢 你到社会上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你怎么对有些事你就 你就看不明白呢 那人家问我 怎么离职的 我总不能撒谎骗他们吧 那你不撒谎 你可以选择心地说呀 那还是撒谎啊 你看 你说你怎么那么别扭啊 我说啊 过去的都是包分配的 哪有进单位要面试的 谁呀 就到积累经验了 你怎么办啊 那个 什么 后天你们俩都过来吃饭 后天什么日子啊 你弟弟过生日啊 你 以前不是都是一样吗 你们俩一起过 现在还是老规矩 一样 不过来 不开心 你弟弟不在了 他过生日 长寿片你不得替他吃两口啊 好 妈 你该干嘛干嘛呗 你别管我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看见没有 我还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你别管我 臭小子 今天是你二十九岁生日 也是我三十岁生日 我这三十岁啊 一事无成啊 现在连工作都丢了 自己都觉得还燥 没脸过生日 回来看看你 我知道你以前不愿意见我 不愿意听我说话 觉得我说话没水平 不然没有外人 欺负了我这么多年 这次也算我来欺负你 你走之后啊 妈妈一直想给你 找一块好地方 为这个事情 他们没少办过罪 今年算找着了 找到这儿 他们觉得这儿风景好 风水也好 爱安静 他们现在就是想 赶紧把你接回来 入土为安 不是我现在 不是我现在 里里外外一大堆的事 恐怕还得让你 在美国多待几年 有我这么一个哥哥 也算你倒霉了 这两个哥哥 这两天 赵地还问我 这两天赵地还问我 说小乌龟 为什么只能是小乌龟 就算他再努力 也赶不上小白兔 我就很想跟他说 这都是命 可是我能这么说吗 就算我想认命 可命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呢 就算为了赵地 为了爸妈 也为了你 我要加把劲 硬着头领往前开 小师傅 小师傅 可不可以把那个 粉色的花边 换成蓝色的 我老公特别喜欢蓝色 谢谢啊 陈也真是脸皮厚啊 工作都丢了 还好意思让你 给他过生日啊 叫姐夫 其实他一点都没有想过 是我非要给他过的 好吧 算他还有点自知之明啊 你是不知道 你姐夫有多可怜 长这么大 就顾过一个生日 就是周岁生日 自从有了他弟弟之后 全家人都是围着他弟弟 给他弟弟庆祝生日 所以你姐夫的生日啊 全都是蹭的 你要不要这么惯着他呀 这要是我们家刘强 我早就两耳关抽他 赶紧给我出去找工作了 男人不能惯 这个小皮鞭 得随时放在手上 抽着他往前走 我们家陈也很努力的 现在一直在努力地找工作 我们家陈也现在可努力了 你都多大了 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 无知少女一样好吧 努力 我们要看结果好吧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他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要不我找贾方舟帮帮忙啊 找他干吗呀 他又不是干这行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死脑筋啊你 贾方舟是什么 他是个外商好吧 人家路子广 朋友多面子大 有他的推荐 总比现在陈也像个 梅头苍蝇一样 都出乱状传吧 不行啊 我觉得不行 就算贾方舟可以帮他 帮忙你姐夫也绝对不会接受的 本序不大 自尊心倒挺强啊 我跟你说了啊 不许去求贾方舟 真的啊 现在我们家陈也 已经受了很多的打击了 不可以再戳他的痛处 知道吗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不找 那他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工作呢 我找工作呀 我可以出去 肯定不会在家里 大眼灯小眼就是了 你开始找工作了 你先随便找找看吧 你别随便找了呀 到我店里来呀 姐 我跟你说啊 上次你给我拍的一条照片啊 我往店里一挂 我这一个月的营业额 直接翻了一倍 你这活体模特 要在我店里面走来走去 我这营业额不是得放十倍翻呀 这就这么定了 你就到我店里面来 除了那个 保底工资以外 你还卖一件衣服 我给你五个点的提成 怎么样 算了吧 你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那些进货 那些脏货累货 都不用你干的呀 你只要每天在我店里面 穿着那些漂亮衣服 晃一下 如果有客户要问你的话 你就简单给他们推荐一下 这么轻松的工作 你上哪里找呀 我 我不敢 小师傅啊 小师傅啊 你可不可以在中间 给我加一个小爱心啊 然后里面贴满红色 很饱满的那种 你 怎么了 你怎么还穿红色的连衣裙啊 我就说你今天怎么怎么看你都不对劲 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啊 你不怕吸血鬼的 你别 别吓我好不好啊 天都快黑了 你不知道吗 那个吸血鬼是个老太婆 就专找你这种 穿红色连衣裙的人的血来吸 别 别瞎说 包纸上不都辟谣了吗 小心一点吼 这个 拿着 大蒜 什么 吸血鬼最怕大蒜 快放包包里面 我跟你说 我最近连红阶架都不敢涂 你还穿红色连衣裙 大死人了你 你早不说了 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好好的 改天再来看你 苏娜 苏娜 晨晨 生日快乐 你 我来看陈坤的 但 陈 陈坤的骨灰现在在美国 这里边是空的 我听我哥哥说了 说你们家给他找了一块墓地 我跑了全市 才找到他的领悟 我去 areas 陈坤 生日快乐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总说工作忙 没有时间过生日 我跟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没有给你过过一个生日 今天总算不上了 都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带走一切 但时间 不也留下一切了吗 如果可能 我希望永远活在我们的回忆里吧 永远 记得妈妈跟你说过什么吗 你儿子啊 对 叫叔叔 叔叔 多大了 怕生 他三岁了 看你现在 过得挺幸福 还结婚生子了 我也挺高兴的 我相信陈坤也挺高兴的 你怎么知道我过得幸福啊 我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 没事 我们走吧 如果我说这是陈坤的儿子 你信吗 这 不 你 这 你的幽默感呢 逗你玩的 你当真啊 再见 一 clouds 走 一眼 去哪儿了呢 行 行 行 让给你吃 但是 毕竟你们女人 更容易成为这吸血鬼的目标 还是你吃吧 真碰上吸血鬼 还不一定谁打得过谁呢 女侠 承让 沈亚 你听说过没有 这吸血鬼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红条 离你们家不远 我让你们听我分析 怎么我上个厕所 你们又聊吸血鬼了 你接着说 我刚才想了一下啊 这时间是对的 苏娜她儿子不是三岁吗 加上十月怀胎 往前一推算 可不就是四年前 陈宽从美国回来了 那时候她俩是同居在一块 肯定就是那时候怀上的 有道理 可陈宽回美国没几个月 苏娜就结婚怀孕了 时间还不是一样对得上啊 也对啊 她呀 就是瞎联想 我总觉得苏娜这个婚结得不清不楚的 大妹我问你 如果 你被开明狠狠地抛弃了 她不敢 你别瞪我啊 我就是举个例子 你别待着敢那么强 怎么往下聊 行行行行 开明狠狠地把我抛弃了 对 你接着往下说 就说啊 一个人 一个正常人 她被爱情狠狠地捅了一刀 几个月她的伤还没有愈合 她怎么可能 就去跟一个别人结婚 还生个孩子呢 正常人是不会 恋爱中的女人不是正常人 尤其是苏娜 苏娜是那种特别疯狂 特别敢爱敢恨的那种 说不定可以赌气 就随便找了个什么人 嫁了 那净许人家就是碰到了真爱呢 人家要是碰到了真爱 怎么可能去陈坤的墓地上呢 有一句话你没听过是吧 有一种感情叫初恋 那陈坤在苏娜心里的地位 谁能替代得了 看看她怎么不正常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 苏娜爱得很疯狂 她爱得很极端 所以她会不会就是 即便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但我也可以拥有你 我要在我的身体里 孕育出另外一个你 像爱你一样 去爱我们的孩子 我以一个女人的经验之谈 告诉你们俩 未婚生子那是一辈子的事 天底下就没几个女人 能为了一时爱情舍弃未来 就以女人经验之谈什么呢 别人说都行 你呀 就算了吧 我怎么就不女人了 我有胸有屁股的 有老公有孩子 我还有一颗温柔敏感的心 我觉得我简直就是 女人中的女人 女人中的女人 我问你啊 一个女人好端端的 她为什么要说自己孩子父亲是别人呢 她不是找事吗 她不是也说是在骗你吗 我想起来了 她儿子跟陈坤 还真的有点像的 你可算了吧 一个小孩能看出是像谁呀 我家安安现在谁也不像 你能说她不是我亲生的 甭管这孩子是谁的了 我就觉得苏娜的这份爱 特别伟大 没错 你们男人是不是特别梦想着 有女人为自己牺牲啊 我说话你俩可别不爱听 我就讨厌看那种生你死别的电影 多假呀 死人太容易了 死人不会吵架 不会扮嘴 阴阳相隔什么的 最容易了 要我说 两个大活人 磕磕绊绊 相爱一生 最了不起了 有深度耶 我今天开始我要强迫自己 重新接受一下你 你不是男人 你是女人 你有女人的经验和直觉 我还有男人的力量呢 你要不信我回家问你老婆 昭地讲啊 保准分析的跟我一样 别 我以男人的经验和直觉告诉你 在一个女人面前 千万不能听另外一个女人 这永远是个大忌 苏娜这事好不容易就过去了 不能再听 是 你也别瞎嘲嘲 就让这一夜 永远地翻过去吧 为了陈也的生日 为了为了 为了 不碰到吸血鬼 行 陪你们迷信一下 来 干杯 干杯 喝 不算辣 弱爆了弱爆了 你们不行 你们不知道 我们家的家训是什么样的 这算吗 好 好 这些人 这些人 不得了 这些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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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快进来 我都等你半天了 今天你的生日 我呢 忙活了一下午 那就给你庆祝这个生日 你不是说从小到大 你只过过周岁的生日吗 剩下的生日都是跟程坤一起过的 今天我做的全都是你爱吃的 祝你两周岁生日快乐 谢谢 老婆 老婆 如果我死了 你会替我生孩子吗 你说什么呢 你今天的生日 怎么能说那么晦气的话呢 是不是你 你妈妈说你了 我其实也想生孩子 只是现在老怀不上 不是 不是我们家的事 是是别人的事 别人谁啊 大媒的朋友 我今天去了一下大媒那儿 她跟我说 她有一个朋友去世了 然后呢 她老婆怀着孩子 娘家人劝她不要生下来 因为带着孩子不好改嫁 但后来她这个老婆 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你今天去大媒家了 那吃晚饭了吗 不管你吃没吃 这一顿 你都要通通钱吃掉 我忙活了一下午 不要聊了 我就给你热一下啊 老婆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如果 我死了 你会替我生孩子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要你好好地活着 你要是死了 我欺负谁啊 我去给你热菜 马上就好 快点快点快点快 不是这叫什么事 我又没有卖给冯远 我凭什么要去忙她 你就别想冯远了 你就当日叫瓜皮一命吧 这臭小子没两把刷子 还敢碰进口车 一台发动机就叫她小命了 谁说不是呢 这瓜皮也知道 你跟冯远有矛盾 她也不愿意麻烦你 她先找着乐师傅 结果乐师傅忙活一上午 我看戏也不大 说我这不又来找你 这次连你也修不了这车 真够瓜皮喝一壶 快快快 喝一壶也好 够再长个觉 快快 走 怎么样了 两位 走报废程序吧 好的 我觉得你应该请一个律师 因为接下来的问题 会比较麻烦 佛总 佛总 这车原来都是陈哥开的 我刚接过来我没上手 昨天我发现这发动机 有点问题我就想修一去 我没想到鼓道鼓道 你给我 我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咱们照张办事好吗 你来处理吧 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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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我现在一吃万事 我真拿不出这些钱来 你要是把我公司死了以后 我 我更拿不出来了 你看能不能不阻退我 赔偿金从我公司里扣 我保证好好干活 加班价点都行 佛总决定的事实不会改变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赔偿款一周之内交到公司 否则我们要走法律程序了 冯总 我我我请你原谅我 原谅我一次 好吧冯总 老皮 陈哥 你怎么来了 够笨哪 我 我 我给你了 冯总 你让我试试吧 冯总 是你把他叫过来的 就让秦也试试吧 咱这进口车修一次灌麻烦 他要能修好咱不也省事吗 你已经不是中猫的人了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是 事是跟我没关系 但人跟我有关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我这个徒弟的 这样吧 冯总 咱们打个赌 我如果能把这辆车修好 你就别开除瓜皮 并且别追究他任何责任 你要是修不好 如果修不好 这辆车的维修费我来处 冯总 我凭什么和你做这个交易啊 凭我的技术 这辆车三年前来到路段 都是我开的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他的脾气性格 如果连我都修不好他的话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修好他了 怎么样 考虑一下 春秋 和你呢 一车 狱 Anthem もう一整 shares 都被见了 你算电话 再用电话 再用电话 耳viou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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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得不错啊 好 冯总 一言九鼎 应该不会食言吧 不会 阿平 过来 跟冯总道个歉 表个态 冯总 同样的错误不会再发 您大人若大量 原谅我这一次吧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谢谢 我就指导秦也回来准行 春哥你太神了 你怎么能修好的 您啊以后当心点 好好对我这老朋友 放心吧 陈哥 以后我拿他当媳妇伺候 冯总前几个去办公室 喝杯咖啡 算了吧 我这人不爱喝咖啡 走吧 冯总盛起邀请 你总要给他面子 去吧去吧 那我去看看啊 走 走 这 什么情况这是 什么情况 看出陈也都好了呗 找我啊 坐 好 先喝杯咖啡 咖啡我喝完了我要走了 坐 等会儿 我对工作的要求 遇上非常地严格 你可能会认为不尽人情 或者 吹毛求疵 但是你知道要让一家 现代企业高速运软 这样的严苛是必备的 要不然的话 企业又会回到原来那种 效率低下的时代 我想我的观点你也认同吧 我没兴趣听你那套管理学 是啊 你总是觉得我们俩之间 有误会 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话 那么不要放在心里 不好意思 我这人吧 就是心眼儿小 特别容易记仇 但是如果能够充分沟通的话 我认为所有的误会 都可以化解 你有什么你就直说 好吧 赶紧说 说完之后我想回家了 我老爸还等着我吃饭呢 好 最后一个问题啊 现在在哪儿搞酒啊 现在有几家公司正在找我 想请我 那我也正在挑呢 是吗 哪几家能收收看看 这个你懂得呀 商业机密怎么能说嘛 那如果还没有做出选择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把中茂 给考虑进去 我现在有一个技术主管职位的空缺 我希望你回来坐这个位置 当然了 待遇一切从优 不会比其他几家传 怎么样 考虑一下 这事 这事吧 太 有 有点突然 我得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你看 你知道的 人家那么多公司 那么热情 那么 那么 那么真诚地过来请我 想说出拒绝的话 也挺难开口的吧 对吧 当然 我当然会跟你时间考虑 但是一旦想好了 我随时欢迎你回来 这是肤浅的东西 熬你的天 你 你 你吓死我了 你的天 你吓我一跳 我也吓你一跳啊 是不是觉得我是 是 奇怪啊 是你个大头鬼啊 不是的 你干嘛呀 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挖掘机修好了 挖掘机不但修好了 我还找到工作了 你找到工作了 真的吗 老公 不是 我就说吧 你过完了生日之后 全都是好事 怎么样 国企还是私企啊 源在天边 近在眼前 周末 周末 那就是又回去了 我说什么来着 只要有禁术 哪儿哪儿都吃香 今天服务员 请我喝咖啡 客客气气地 请我回去工作 那你答应了吗 奶奶 消失是什么意思 但是就是没有的意思 嘿 你疼 你是在冬夜月光下 只剩孤独 拖着你走 那些疲倦后 还忍下的伤痛 随着风消失在过往 嘿 你曾听见了你 不看书 只能低头 那些倔强后 那些倔强后 在流下的泪都 带着你飞向到远方 怒太长难免受伤 从今后不再失望 若你能看得见我如今的目光 不彷徨 若你能听见我歌唱 想轻负你受的伤 别害怕 你会相信月光 终会照亮你要去的地方 你又想起那些离开的人 想握住他们的手 那些转身后才想说的话 都留在了记忆里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